东京奥运会之后 荣获女子单人10米跳台金牌的全红蝉 迅速火遍全网 目前个人短视频账号 粉丝数已经接近700万 而在北京冬奥会之后 迅速窜红的则是混血儿骨爱玲 那么问题来了 同样是奥运冠军 为何全红蝉能够获得青年五四奖章 骨爱玲去不能 主要原因有三点 具体详情如下 全红蝉获得青年五四奖章是怎么一回事 5月3日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年决定 授予包括中国跳水运动员全红蝉 中国射击运动员杨倩 以及中国乒乓球运动员陈梦在内的 71名运动员青年五四奖章 实际上早在去年8月份 全红蝉就已经先后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全国体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 以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为何古爱玲没有获得五四奖章 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是细心的网友会发现 公布的71名获奖运动员名单中 青一色属于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运动员 换言之 本次榜单中并没有冬奥会选手 自然参加冬奥会比赛的古爱玲 不可能获奖 二是青年五四奖章的评选条件中明确写道 只有获得过省级青年五四奖章 或其他省级以上荣誉 且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热爱社会主义 才能参与评选 就目前而言 高入级中国的古爱玲 似乎并不符合条件 自然也就没有资格获得该奖项 三是最重要的一点 青年五四奖章的评选范围 通常是在上一年中的杰出青年中进行 而古爱玲 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贡献的时间 却发生在今年 所以客观地讲 包括古爱玲 苏一鸣在内的北京冬奥会选手 均无法参与本次评选 如何评价古爱玲和全红禅 全红禅是泳池中的新一代跳水女皇 屡次用神奇的水花消失术 征服了裁判和观众的心 也笼络了一大批网友 古爱玲则自称 冰雪赛场上的青蛙公主 凭借精湛的技术 过人的天赋 成为大众眼中的女神 各大品牌方的宠儿 对于出身贫寒家庭的全红禅来说 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 最终采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同时帮助家人摆脱了贫困 至于出身富贵的古爱玲而言 并没有迷失在物欲之中 反而在彰显人格魅力的同时 最大化地实现了人生价值 无异于人生赢家 最后想说的是 不论是全红禅还是古爱玲 均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那么你是如何评价他们的呢 欢迎在下方互动交流